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中间 只有那些最优秀的人才可能被选拔出来 去完成一项既艰难又体面的任务 作为联合国维和人员 他们这支队伍将非常荣耀地代表印度去履行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义务 对于联合国来说 维和已经成为一条可行之路 他已经走过了60年的里程 为持久谈判而解决政治纷争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里程碑 虽然国际维和是一项最棘手的任务 但是多年来 由于各维和成员国的积极参与和无私奉献 联合国已经成功地站上了挑战 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对于联合国维持全球和平的各项使命 包括印度在内的各成员国都派遣了兵力 在工作职责 纪律约束 专业素质等方面 印度的维和人员都已承诺在先 所以他们随时准备为最高命令牺牲一切 以此来传承印度军队的光荣传统 印度已经与联合国相互协作50多年了 维持和平早已成为国家历史和军队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基本信念 并且成为对外政策不可缺少的内容 人们渴望和平和安宁的愿望 都体现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里 我们希望人们化解对立和纷争 而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如果需要印度给帮助 我们将会尽力而为 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愿望 而且我们还有文明的历史遗产可以借鉴 印度是联合国维和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 目前我们有7万军人和警察正在维和莱瑟旗帜下忘我的工作着 在遍布全球的57项维和行动中 其中41项都能看到印度维和人员的身影 能够有效调遣和部署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 确实反映了印度职业军人的能力和素质 1951年3月 朝鲜战争爆发 印度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使命从此拉开了序幕 印度的第60散兵救护队加入了由16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 顺便指出的是 第60散兵救护队是唯一的一支有资格 与4000名美国散兵参加空运任务的医疗部队 在战争中 这支队伍救护了数百名富商人员 为了挽救生命 他们还完成了多次外科手术 随后为了解决战俘问题 联合国在朝鲜建立了一个由波兰 捷克和斯洛伐克 瑞典 瑞士为成员的中立国前方委员会 印度陆军的KS迪玛准将被认为该委员会的主席 印度还提供了一支在SPP托瑞特将军指挥下的守卫部队 另外 维和军人的授权非常复杂 不可以军事交战相提并论 使用武器只能是最后的选择 只有那些冷静的 克制的 果断的优秀军官和士兵才能胜任维和使命 所以维和人员的选拔过程相当阳格 基于军官的履历记载和职业概述 以及他们在演习区内以及正常指导训练课程中的表现 从而评估他们被录取的可能性 然后 那些出现合格的人在陆军总部还要被接见 而且只有在面谈之后才能对他们做出是否录取的决定 另外还需得到陆军参谋长的批准 这时他们的名字才能报到国防部 被录取的人还要接受阳格细致的训练 以便他们将来能够承担起极其坚韧的 复杂的 持久的联合国使命 中立 公平 尊重人权这些信条 必须得到完整的理解和坚持 维和人员还要被提醒不可介入战事 而是要防止对立派别发生武装冲突 他们应该懂得维和的目的是要获得和平 和平并不是靠武力或武装干预就能得到的 而是最终要通过冷静的外交途径重塑信任 目前 印度和其他维和成员国一道 在维持和平方面分享着专业化的技能和职责 这一点很受人们的羡慕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 联合国维和中心才与印度外交部 国防部建立了协同运作机制 自从联合国维和中心成立以来 他们举办了一系列国际 国内以及双边的研讨会 例如 亚洲太平地区协调训练研究 印度 英国合作防卫研究 联合国维和及两支受训兰徽部队临时指挥官问题的国际研究 派兵国家的军事观察员地位问题的研究 20个联合国成员国的军事人员已经加入了这支蓝盔部队 联合国维和中心的目标就是要把那些军事人员训练成为合适的有效的维和人员 从遍布全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利益出发 联合国公务学院首先需要见证你们最接触的工作 作为一流的训练中心 你们要为将来的维和人员提供合适的手段 丰富的经验 必要的知识 以便他们成功地完成维和使命 你们的总指挥 内姆贝尔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的专业技能和领导才能受到联合国的普遍赞誉 更令我愉快和高兴的是 他已经为这所学院将来的毕业生建立了一套标准 首先 在过去的四年到四年半的时间里 我们已经训练了来自47个国家的147名军官 更重要的是 由于各国外交部的大力支持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军官也被细拿进来 并且他们自理费用 印度就是这样 外交部承担了这些军官的国际旅行支出 训练费用 时速费用 我认为他们为联合国整体维和行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联合国整体维和行动 尤其是联合国整体维和行动做出了有效的回应 传统意义上 维持和平行动总是在联合国的命令下 并且涉及到有效布使众多国家的军事人员 一段时间以来 联合国维持和平已经发展成为 深入到政治动荡地区 遏制尖锐冲突的特殊使命 这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维和使命 这些使命需要按照动用军队 警察 公务员的复杂程度适当分类 印度总是非常专业地迅速地回应联合国维持和平需要的这种变化 这样的需求就出现在科索沃 1999年 联合国在那里组建了一个过渡政府 印度在那里无私奉献 有效地促进了联合国目标的实现 印度与六个其他国家一道组建了特殊警察部队 处理任何棘手事件 遏制局势进一步动荡 这只特殊警察部队中的印度警察 都是从精归的快速反应部队中严格选拔出来的 在印度 快速反应部队通常被称为RAF 这些从快速反应部队中筛选出来的队员 在启程前往科索沃以前还要经过特殊的训练 当印度的特殊警察部队部署在科索沃以后 RAF人员要以抽象的目标和非游击的方式去执行任务 并且成功地控制了守卫场所 维持了当时的那种脆弱的和平 从参与联合国使命的数量上看 印度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警察队伍还包括一个特别警察之队 他们对鼓勒骚乱能够做出快速反应 对于警察中的一个类别 换句话说 类似于宪兵 对于联合国科索沃使命来说 他们的作用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在科索沃 按照联合国决议的要求 我们有一般警察的责任 也有维护公共秩序的义务 目前 有印度人长期担当的特别警察之队 真正反映了他们控制社会骚乱的能力 如果把正常警察处理的事件 错误地生为某种类型的恶性骚乱 那是最糟糕的 因此 特别警察之队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 印度的贡献非常关键 我们要非常感谢他们 在很多维持和平使命中 印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它已经成为了典范 在科索沃 自从开始 印度的警务人员和文职人员 就致力于和平使命 那些承担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命的 印度的警务人员都是从印度全国各地招募来的 他们不但要有良好的记录 还必须通过考试 在科索沃 他们要在联合国使命的不同分区里工作 所以他们都要为自己塑造一个独特的身份 印度的警务人员凭借机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科索沃 国际警察系统由46个国家的人员组成 印度警察分遣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危机时刻 不同的面口都要团结在联合国歧视下 印度警察的素质是一流的 他们是真正专业的警察 讲求民主的警察 他们训练有素 懂得礼貌 他们遵守工作时间并真正懂得如何应对事件 他们训练和监督当地警察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应归因于科索沃警察系统 即来自于这46个国家的众多警察 其中印度警察并不是少数 还有印度警察处理管辖问题的有效方式 纽约联合国总部那高耸的大厦 也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在这座大厦里 居住着托拐世界自由安全的各种官员 在那些人当中 还包括一位印度军人 阮迪库玛麦塔将军 能够获得这个众所催贤的职位 是对他的经验和能力的最好回报 自1969年以来 麦塔将军是第一位作为联合国军事顾问的印度人 当我被任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的军事顾问的时候 我和我的国人以及整个印度军队都分享了这份自豪感 在这个岗位上就应该负担起重大的责任 在这和指定的时间里 你要处理大批的维持和平部队 大约有103指 你要应对18个正在进行中的联合国使命 其中涉及到6万维和人员 以及各种各样伴随的挑战 那已经成为了往事 不过所有那些都说明 这是一份透人心弦又颇负挑战的工作 从一开始 印度就积极参与各种各样 关于维持和平问题的辩论 并不时地出现在联合国 印度还多次有效地协调立场 甚至就主题提出见识性的建议 本招同样的精神 2000年8月 印度在联合国讨论 波莱海尼维和框架报告建议时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敌对其余 印度军队已经参加了许多最困难的行动 凭着优秀的专业特长 和在维持世界和平稳定行动中的杰出贡献 他们赢得了普遍的赞誉 在一些极其困难的行动中 印度维和人员不仅参与 而且成功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例如在柬埔寨 黎巴嫩 苏丹 索马里 赛拉利昂和刚果 这只是一个不详尽的记录 在所有的冲突中 印度士兵总是能够通过你们自身的训练 他们同你们一样具有热情和果断的素质 但是缺乏你们的经验和训练 无论走到哪里 印度的维和人员总是受到人们的尊重 正是由于他们有着坚韧不拔的追求和遏制敌对各方的能力 在那种极其复杂混乱的国内环境里去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命 那可是第一次 刚果的形势究竟会怎么样 联合国如何干预才能防止国内冲突演变成全面内战 那也是第一次 这时联合国的强制和平理念便有了轮廓 1961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内战 那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了161号决议案 批准了特殊危险情况下维持和平人员可以武力自卫的决议 为了防止内战维持和平行动可以把宿主武力作为最后的选择 就在这年在联合国的号召下 印度向刚果派出了维持和平分检队 印度军队在刚果的行动理所当然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强制和平行动 刚果维和行动是一项既困难又危险的使命 在这期间印度失去了许多忠实的维和人员 从而设法挽救了这个国家免于分裂 1997年当刚果混战再次爆发于各个派别之间的时候 联合国安理会依照1279号决议和1291号决议 批准了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使命的创新 或者同时在这个国家部署军队 印度的维和人员在扩别了35年以后再次来到这个国家 印度以第二大队伍的面貌出现在这个国家 军事观察员和士兵的数量在联合国刚果使命中占很大的部分 不仅如此自1999年以来 印度还定期派遣陆军军官作为军事观察员 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单独使命 尽管敌对的气氛一直笼罩着那片土地 印度维和人员的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出测 并且凭借他们专业有效的实力赢得了声誉 2003年印度还派遣了航空分遣队到刚果民主共和国 压力再一次显现出来 印度陆军在60年维和行动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刚果人希望航空分遣队的表现能够跟他们一样 今天印度的航空分遣队给联合国在刚果的维持和平行动 以至强制和平行动以最大的支持 自1994年以来 在联合国的旗帜下 印度的攻击直升机就参与了大规模的战斗 他们对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还挽救了好几位联合国地面监督员的生命 我们非常感谢印度政府对联合国行动的坚定支持 他们派出了非常专业的装备精良的部队 我们特别赞赏这样一件事 在刚果 印度派遣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小分队 深入到刚果东部的大湖地区 并且提供了攻击直升机 要知道在那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执行任务 攻击直升机是多么重要的武装装备 维持和平从来就不容易 风险巨大 代价很高 在执行联合国的使命中 官兵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在统计各个国家牺牲人员的名单上 印度排在了首位 被列入这张表格中 真是令人痛心啊 那些官果就是令人恐惧又痛心的实物之一 偶尔他们从一个冲突世界被运回印度 尽管发生了这些不幸的事件 印度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信赖的国家 还是坚定地履行着对联合国为何努力的承诺 以便在世界上进一步营造和平和安全的环境 我们要感谢印度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参与我们的各项行动中 他们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百多位士兵和警官牺牲了 我们要感恩于那些印度维和人员的灵魂 他们为了追求和平 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年来的表现是人们认识到印度是一个最可靠的国家 他总是尽力提供维和兵力 在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 为了维持和平行动而组建一支长辈的步兵集团旅 印度就是其中之一 印度有一个步兵营 在任何时刻得到命令以后 能在三十天之内部署到位 还有个步兵集团旅 能在八个星期内部署到位 面对挑战 印度维和人员总是处在最前列 正是由于对世界和平所做的真诚无私的贡献 随着岁月的流逝 印度与联合国的联系正在步步加深 在联合国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 并且我们将一如既往 通过广泛参与联合国各个方面的事务 我们在联合国的信仰已经成为了典范 维持和平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实际上如果需要我们还能做到更多 这些工作提高了我们在联合国的声望 正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那些工作已经展示了我们的能力 我们不仅能够承担那些使命 而且还能够在我们的纪律约束下 圆满地完成任务 在帮助联合国面对空前的挑战方面 印度为所有派兵国家 甚至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因此利用这个机会 我要称赞印度军力在维和过程中的 令人钦佩的表现 在印度陆军总部后面 另外一组军官正在耐心地等待着 轮到他们被接见 维持和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也许更多的国际使命还在天边 世界和平安宁是人们永恒的愿望 为了满足和平的需求 印度自豪地保持着敏感和快速反应 为了使这个世界将来更美好更安全 印度时刻准备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无私地慷慨地奉献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